哈喽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阿阿隽也是 我是阿正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一个手腕 钢铁侠 上次买了一个我不能懂的 这次我看一个钢铁侠的 比较帅气 而且他看起来是手脚都可以动的 我看一下 这个也是有底座的 然后还有这把卡片 这个就是钢铁侠 这个好像比上次那个小桌子 上次那个艾丝比较大一点 哇 我让站了 这里面就是一个钢铁侠 哇哇 确实有点机身的质感 这上面还搭了满了 哇 这还有一个钢铁侠的头 它可以转 比较有意思 下面就是我们的主角登场 就是这个样子 正面还有缓面 头 这个头是固定的 网子能动吗 网子基本不能动 但是胳膊走这个可以动 哎呀 股膊走可以动 手不能动 股膊走可以 然后这个腰 腰这个位置也可以放 它也可以放动的 大腿 可以 然后小腿也可以动 脚也是可以动的 看到没有 皮刹的 钢铁虾 鱼 鱼 钢铁虾准备 去脚事完了 哎呦 这个比较有意思 这还可以凹造型看没有 很转的造型 非常非常转 它这个材质不像合金的 不是合金 上面是凸的一层轻 但是摸起来的感觉比较像合金的 但是它不是 哦 腿是可以动的 多少钱买的我忘了 大概一百万钱吧 这个比上次有感觉吧 上次那个不能动 它还有底座 看能不能撞下去 这是可以加入它脑袋吗 可以加入它手臂 可以 应该是夹着的 啊 是这样的 是的 没错了 这个可以弯子了 抱紧它的大腿 简称抱大腿 这就可以了啊 它这个是可以活动的 发大腿 我们看一下它一个卡片 卡片看起来是这样的 它卡片介绍的是能够队长 用武侠 这是用武侠 超人 这应该是它的它的产品系列 应该是不止钢铁侠 还是其他的系列 我没在意的 从底来说还是蛮帅气的 比较有意思 至少比我上次买的那个 艾斯的手办要还 也有意思一些 然后后来我还买了一个那个女帝的 改天趁下给大家看一下 今天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能够他们这个观众一下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